夜晚爆炸声与火光四射 在中东的以离战场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8号亲自宣布 以色列军队已消灭 已故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的潜在继承者 虽然没有透露他们的名字 但是外界认为 预计将接替纳斯拉勒的 真主党通讯部门指挥官沙卡菲 以及接班人萨法丁 可能都已经被消灭 虽然已经歼灭真主党潜在继承者 但是以色列觉得还不足以停战 纳坦雅胡警告说 如果黎巴嫩人民不把国家从真主党手中解放出来 他们可能面临毁灭和苦难 就像遭到战火重创的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人民一样 隔空警告意味十足 加上以军的实际行动成真 也令真主党内部开始动摇 甚至在最近提及停火想法 面临眼下成员大量损伤领导层惨遭团灭 真主党高层官员8号在以巴战争中年演讲中 首次公开表示 支持在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 这也是该组织首次将停火的条件与加萨的战争脱钩 原来此前真主党曾将其对以色列的攻击 与哈马斯在加萨的战事联系在一起 声称只有加萨停火才会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 然而以色列坚持真主党与哈马斯的战争要分开处理 如今真主党看起来逼不得已退一步 顺应以色列的处理方式 不过除此之外 以色列的敌人还有伊朗 然而传出美国白宫对以色列政府已经失去信任 表示如果美国不知道以色列的计划是要做什么 美方不会自动再一次帮助以色列 应对伊朗的导弹攻击 华语新闻吴光成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不吝点赞订阅